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舉個例子說 我常常喜歡用 也許小時限 或者是兩個鐘頭的限 從裡面的切線 從什麼各方面 去找一個所謂的訊號處理 這個訊號一出來之後 其實講起來 當機立斷 那個時候 該買就是要買 那我再稍微重複一下 目前 現在是在反映過去的灰色部分 這些顏色都在反映過去的視線 藍色反映過去藍色 綠色反映過去綠色 紅色呢 反映過去的紅色 其實講起來 整個大盤 你什麼時候開始有一種感覺 這個盤有救的 過去大碟的盤 理論上講起來了 因為從這邊開始 過去的半年間 開始往下疊一下 過去疊中一大段 開始往下看下去的時候 這個盤卻沒有疊多少 表示說 在這個地方 也許當然事後我們知道 這個盤卻沒有疊過 可能政府在那裡 開始有人進場 可是在這個地方 事後走到這邊 你開始心裡也不錯 這個盤有救了 然後接下來 這個反映上去 用很快速度 九十九天 常常會跟過去 裡面有個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時間 往上 往前敲 你們在資訊上面 往前推敲 譬如說 他過去 這邊九十九的意思 叫說 疊到這個地方 也是九十九天 好的 那 平均差不多是 剛剛再重複講 一百零九天的前後十天 開始反映這一段的 這樣有沒有稍微清楚一點 今天的答案其實講的 我帶的答案其實不只這幾 我帶了三十七個答案出來 可是我相信 因為我後來 剛剛跟大會這邊稍微談到 其實我有把他一直叫三十三 因為我沒有辦法講 解釋那麼多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去解釋這些東西 那 我只是留簡單的幾個東西 不過 我答應各位就是說 我會在 這幾天 我會把這個檔案 重新再寫 重新再往上 重新再打一次 你們可以在裡面的去 慢慢去抓這些東西 今天講賽 也只是大家稍微留一點印象 不一定 OK 那 我裡面有稍微其他 大家在做行情的時候 大家在做行情的時候 兩百 兩百軍線 上次公司的周線 在 技術分析裡面 有一位 葛蘭畢先生 就是 我們所知道都 都很清楚 就是葛蘭畢八大跑車 對不對 葛蘭畢八大跑車 其實講的 它是以兩百 兩百軍線 做一個轉折 當然轉折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是說 這條軍線 往下走 行情是在往下收下去 往上走 那當然 那就是行情在往上走 對 那 做行情其實 只有兩者 一種 一到這個 軍線 從裡面 往外走 另外一種方式 從外面 往內走 其實講的 所有的行情裡面 都是這個樣子 這條線 可以說是一個 最標準的成本 這樣 到這邊開始下來 賠錢 OK 只要開始上去 所以開始賺錢 好 那現在行情就開始往外衝 等到這個樣子 因為 離我們 成本這樣 實在是 超過太高了 所以 開始有人會開始 賣出股票 然後 行情開始回落下來 可是 在操作行情裡面 你們 我相信 大家都會有點 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OK 我也想順向操作 可是 話說回來 我也想先立下操作 很多人會從這上面 開始往回操作 希望從這邊 開始點點點 可是說實在 逆向操作 是相當難的事件 而且是屬於高難度的一個東西 順向操作 其實講的 是屬於比較簡單 可是 在所謂的行情裡面 順向操作 一到這個地方 開始出發的點 這個順向操作 比例 比例性 這個順向操作 十次裡面 可能只有 縮定三次 可是逆向的指標 逆向操作 這一部分 而且呢 可能逆向這個東西 十次裡面 可能有七次 你可以這樣操作 可是話說回來 我們過去為你們操作 大部分都配錢 因為 我們都跳到 所謂的逆向操作 這一部分 一個限制裡面去 那 我把 這一條線 剛剛那個圖 把它壓到下面過來 然後 同樣的 這個是用乖離去畫出來 把這一條線 把它抖平了 把它甩直之後 抖平了 裡面最看得到就是說 彭景 這一段 就是這個 用 如果用觀點來看 似乎 看行情比較清楚一點 幾乎都是有點等距離 對不對 差不多到這麼高度 我可以認為說 看到行情 可能會開始 環展 好多時候大家看 操作 一直操落在這個地方 可是事實上呢 在 行情裡面 很少行情 是被某一條線 給嚴格去更多 很少很少 那 其實過去 差不多將近二十年 可能 有一個觀念 已經慢慢在市場 在市場上 已經開始定型了 所以現在很多的資訊 開始我們這畫面發展 就是說 其實講在 開始用剛剛那一條線 它發展出一條 所謂的軌道 它不再是像剛剛這邊 用一條線 來看多跟空 而是呢 用一個區間 來分多跟空 這條區間其實這樣 也畫到我們長一段時間的部分 不得看 所以必須要用很多的 你們如果有需要 可以上聚財網 比如說 擋個悄悄話 什麼的 我會把這些數字 丟給你們 那 這個區間 我們等於是講出來 所謂的行情 用這個區間呢 來做一個區格 從這邊過來之後 回到這個區間 聽講的 一切行情 恢復到一個盤整階段 盤整階段開始之後 又開始另外一段的電視上去 行情一直可以做到什麼 從盤整 一直做到所謂的盤整階段 從這邊開始 回到這個地方過來的時候 屬於多頭市場 整個結束 現在開始 整個 變成一個所謂 空頭市場的一個項目 目前空頭 是確定不已的 我們現在只能做 現實疑問 現在的反彈 它到底有反彈到什麼時候 反彈到什麼位置 或者是反彈到什麼樣的時間 它才能夠翻得往下走 OK 那在這部分 我給大家一個 東西 這個其實我們在 我在巨港上面 有稍微提過 RSI是 我們每一個人 都在任何基金上會交流到 我在RSI裡面 這個是最簡單一個 譬如說RSI12 只是用12而已 行情 把它給RSI打出來之後 我們畫兩條線 照剛剛的KD的陣型 畫兩條線 上面這個線呢 用55 下面這條線 用45 所有的行情 你們可以看到 所有的行情 都是從45 55這邊 開始出發 往下走的行情 也是有 回到從這個地方開始 往下走 當回到這邊來的時候 從這邊開始走 走到這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行情從這邊 開始往下跌之後 當你可以從這邊 開始跌過45之後 開始操作 一直操作到什麼時候 操作到行情 回 又回到45 45跟55 中間的時候 你可以 反手做